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 在全军部队引发热烈反响 广大官兵表示 听党指挥奋斗强军 满怀信心拼搏进取 锚定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贡献新的力量 壮阔的征程伟大的事业 需要领航的力量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也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断后 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 一年来的实践再次证明 两个确立对于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具有决定性意义 全军官兵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举例备战打仗 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而团结奋斗 习主席的新年贺词 充满信心与力量 展现情怀与担当 激励我们矛定目标 攻坚克难 跑出新时代奋斗强军的加速度 新的一年里 我们将不负习主席嘱托 苦练打赢本领 守护一下万家灯火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是未来几年我军建设的中心任务 是我们向党和人民立下的军令状 我们要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牵引 坚决贯彻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决策部署 强化如期交出历史达卷的使命单单 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攻坚战 从西北大漠的野外助训场 到东南沿海的演训一线 从边防哨所到沿海大洋护航编队 习主席的讲话 让广大官兵深感重任在间 官兵们坚定表示 要增强忧患意识 危机意识 打仗意识 加快提升新时代打赢能力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聆听了习主席的心情贺词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昌盛 而感到自豪 站在祖国的边防线上 我们一定牢记习主席重拖 坚守出勤使命 忠诚旅行号 为国宿编指责 努力为党和人民再立行功 作为新时代金钱干兵 我们要加紧练兵备战 深沿战位细求 河市打赢本定 诚言勾引受制 扛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 住劳祖国的安全屏障 我们始终牢记 主席重拖 奋力投身航母事业 按计划稳步推进细波实验 新的一年 我们将只争朝夕 顽强奋斗 力争早日形成战斗力 向着如期实现 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奋力前行 5 5 5 7 8 8 7 1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